各位兄弟兄姊妹,今天很开心 要带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给大家 就是哥伦基督教会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程式了 只要你将这个手机程式安装在手机上 其实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很容易收到哥伦最新的资讯和广度讯息 手机程式其实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很方便地按一两个键 你就可以透过它得到我们在哥伦网站上面很多不同的信息 譬如好像你要重温一下今个礼拜的广度 其实你只需要在这个手机上面按一下广度重温 你就会见到不同的广度系列 你可以选择用YouTube来收听 又或者你直接将它下载成为MP3 在你开车、搭车、洗碗、做家务的时候 随时随地来收听 又或者你想使用哥伦敬拜里面最新的创作诗歌 来做个人敬拜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程式来选定和播放 每日进入万内的经文 近期教会的活动和报名一应俱全 不单是这样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程式收到很多哥伦最新和最即时的消息 可以从哪里来下载呢 方法其实真的非常之简单 只要你用手机 扫一扫我们提供给大家的QR Code 你的手机就会即时带你去到App Store 又或者Google Play 上面去下载一个名为Church App的程式 当你下载了这个程式之后 其实只要启动这个程式 你就可以跟着里面给大家的指示 你都是进行安装的了 安装的方式也都非常之简单 你只需要确认你要安装的是哥伦基督教会的程式 哥伦的icon就会即时出现在你的手机版面的上面 然后你可以选择有哪一个群组的消息你特别想要的 你选定了之后 有任何属于这个群组里面的消息 也都会在以后第一时间来送上给你 还有你需要的是一个中文程式 还是英文程式 你都可以选定了 那你的版面上的Church App 就会自动转成为哥伦基督教会的手机程式 就是这样你就安装完成了 每一次当你要开启这个程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入到里面重温每个星期的港道信息 音乐并且拿你需要的教会资讯 简单又方便 我们盼望这个程式 不单止可以方便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更加盼望 透过大家都鼓励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你的同事 都安装这个程式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哥伦这个群体 甚至乎认识我们所跟随的信仰 在以后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会继续更新这个手机程式 我们盼望上可以包括更多的功能 所以 弟兄姐妹事不宜迟 今天就用我在以下来 提供给大家的KROQ 上网下载啦